记者许世影新加坡报道 漫威影业是周年最强力做复仇者联盟 无限之战上映倒数九天 钢铁人小劳波道尼金和奇异博士班尼迪克康伯拜区 涅布拉凯伦吉兰导演乔罗素等人一同现身 新加坡冰海湾金沙的红潭粉丝活动 现场吸引近7000粉丝及媒体到场 主要目标当然还是班尼迪克和小劳波 道尼两人一线声直接駭翻全场 粉丝会红弹婉如演唱会规格 还有延伸舞台让众人更加接近粉丝 下午便有DJ在场暖场 还有粉丝前一天就到场排队 正式活动开始漫威一个小劳波道尼自然压轴 现身一下车先对镜头现吻 不仅表情多多更直接上前帮粉丝签名 虽然地位非凡但仍相当亲民 首次造访新加坡的小劳波道尼只说粉丝的热情让他印象深刻 班尼迪克也表示受宠若惊 先前曾带队到新加坡宣传美国队长3 英雄内战的导演乔罗素表示 当时就允诺一定会再来 果然这次就一口气带两位人气王在访 目前该骗一切人做到滴水不漏的保密 调阻观众胃口 但台湾观众已比美国幸运 早两天于4月25日在台上映 小劳波道尼以下车就先对着镜头现吻 记者许事影社 小劳波道尼出席新加坡宏谈表情超丰富 记者许事影社